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都在变 到底要怎么追踪 然后保障自己在做生意上的权益呢 就要靠商法先锋了 赶快来欢迎我们这个单元的主讲人 松丰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 王律师 两位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想这个我们刚刚开明镜丹讲了 商法先锋并不是真的专对做生意而言 其实消费者其实也很重要 也小心不要触发 尤其是最近是网络时代 大家在家里做很多电商 代购 对 我想我们今天看明镜丹讲 第一个就跟讨论大家有关系 因为就很热门 甚至不但是做个人代购 还有公司委托你 代购 因为量大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在这边首先要请问 我们这个王律师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做生意最重要 尤其是您擅长的注册 跟智慧产权权法 那一个注册的一个登记性的重要在哪里 对 因为假如我今天是个商家的话 对不对 我想我要去保护我的品牌 所以就必须要做 要做商标或是专利的注册 那就是要说 让消费者知道说 他买的东西是一个 是个original 是个原版的 不是一个仿冒的东西 所以就是对我们会跟商家讲说 你智慧产权的注册非常重要 预防人家侵权 仿冒 尤其现在等于说很多的那种创意的 都在开创自己的品牌设计 所以其实是要等到自己 已经很有名的在申请 还是因为你在开发一个产品 就应该考量到商标的注册了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对不对 其实是在 是个法律上面的讲法 也是个经济上面的讲法 因为商标注册跟专利注册 需要花律师费 需要花政府费 那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需要花钱 但是我们会跟个客人讲说 你万一今天是个小型企业的话 你这笔钱先不要来请律师 你先去开发你的市场 开发你的产品 再去请个设计师 但是这种东西都是一定要做的 那假如今天你是一个很大的公司的话 你一个月有推出十几个新的产品的话 那当然这种大公司 他们就有这个能力去请律师 然后去保障他们的专利或者商标 不过我都会跟客人讲说 你假如是说你这个东西 是要当成一个生意来做的话 那就是一定 早晚的 早晚都是要做的 而且我觉得注册商标 这个是 也许在美国来讲 是先到先得 还是说 可以 对 就比如说我是名目标记者 我先把某大公司先注册了 对 可不可以这样子 对 因为美国的商标法的话 就是说 谁先使用 加上谁先注册 谁就有这个商标 需要使用 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提出 你使用这个商标的证明 其实你也没有办法 看一个新兴的品牌 我就先去把它抢了 对 但是这个使用的话 对不对 它这个美国商标局 它不是 查的不是很严格 所以就是说 很多他们会拿 国外的商标 就是很有名的商标 先到美国来注册 但他们自己根本没有用 他们是 他们全部的使用证明的话 对不对 都是拿别人的 别国的 使用证明 但是美国商标局 它也不会去审查这样子 所以他会考量说 某些 某些品牌在国外是很知名的 就国内 已经有人先登记 这样同样的名字 或类似的商标 那就像讲 先到先的 那不是 国外大公司就吃亏了 对美国商标法 他商标局 他不会做这种 做这种 化国的 对对对对 因为因为 因为美国就是 智慧产学的精神 就是说 你万一今天是 对就是 对你自己的生意 有看得很 当成一回事的话 对不对 你就会有积极心的要去注册 注册 所以如果大品牌 你自己不来美国 是你自己不够积极 对 没错 哇 那所以真的 因为我在想说 比如说 国际知名美食 鼎泰峰 如果这边有家小面馆 我也叫鼎泰峰 对 那鼎泰峰再来的话 它反而就侵权了 没错 所以就大家就知道了 不管你是大生意小生意 先到先的 因为刚刚王律师有讲 只要你真的把它 当个生意做 就应该找一下 商标法的专家 问一下 我可以先怎么保障自己 或者在什么时间点 我应该要考量了 而且你现在注册了之后 我们还 刚刚讲了 我们一开始讲代购 因为讲这道 所谓注册区域 比如在美国 我登记就在美国 可是这个商品 除了美国 就不受商标法的保护了 对不对 没错 好比就是说 我今天代购个产品的话 对不对 我是在美国买的 那我销售到中国去 但是我这个产品 万一这个产品的原厂 没有在中国申请 注册商标的话 或是注册专利的话 我虽然这个东西在美国 代购是合法的 但是一卖到那边去 就变成是犯法的行为 在那边没有登记 反而是犯法的 对万一说 在那边没有登记 而且又被别人登记的话 你就等于清了 那边那个人的权了 那你的意思说 这个品牌 在美国有登记 在中国有登记 那我这样做代购是OK的 你这样在 假如是以智慧产权法的话 对不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买家跟卖家 他都没有问题 但是代购他还有其他的问题 好比像说是你代购 你是什么样 以什么样的身份代购 因为代购的话 他本身你是会赚钱的 那你万一赚钱的话 你这个钱 你这个 income 你不去报税的话 对不对 逃漏税了 对 你就是犯了一个税法 那还有另外一个代购的话 对不对 就是申报 就是说我东西运出去的时候 我们不管是用UPS FedEx 或者是快递机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都是会写说 你这个快递 你这个包裹值多少钱 那有些人还为了逃税 关税 对关税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给 讲得很明白 对对对对 买了一个200块的东西 我洗20块 然后就等于说逃税 就要被 对对所以前几年 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一个快递 不是有很多快递公司 把东西都拿走吗 那为什么这些案子 那个检察官到最后 没有办法起诉 就是因为说 检察官看那些快递的收据 结果上面都是写什么奶粉 不值钱的东西 结果后来 但是你到律师楼 你去跟警察讲说 我里面是Gucci LV的包包 但是海关就会请他就说 但是你是写申报200 已经期限在线 不承计在线了 所以后来就因为没有起诉 也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可是我现在听说有 国内有一些公司 专门做所谓代购 那会委托这边的人 去收购很多的名牌 不管包包也好 放到网路上卖 对然后运到国内 去做网路上卖 是 那这个有没有所谓的侵权 这个万一是说在中国的话 对不对 就是这家厂商 它又在中国申请商标的话 但是它没有任何的 exclusive的distributed 就是说没有任何限制 只有一个人可以卖的话 独家代理 独家代理的话 那这个就是没有 大家都可以卖 大家都可以卖 所以我们以前讲说 平行输入这样是OK的 对 那怎么样问题才会触法 怎么样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你申报的时候不诚实 或者是有钱报税的时候 没有报税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有碰过的就是 在中国已经有代理商了 而且是独立的代理商 好比很多电子产品 都有独立的代理商 但是像美国新的 有手机一出来的时候 它就买十几只 五十几只 送回去 那这时候 那就是触犯了 它的代理商的合格 所以也不是清商标 而是清了代理商的 合约的独家权利 合约法 对对 OK 好 所以我们今天开门 今天商法先锋 就告诉大家 最新的这个所谓的 消费跟商业的观念 不要想说我赚个小外快 对啊 因为只要你一旦登记 对自己有保障 那你将来要去 所谓的争取你的商家的权益 就有所本了 以后期待我们 王生默律师会提供 更多的商法的知识 和大家分享 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对于这方面 有任何的疑难杂症 都可以投入到新岛日报 我们王律师 会为您做解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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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